好 那麼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Ditto剪貼布加強 我先問一下大家好了 因為你剪貼布都已經用過嘛 請問你剪貼布裡面 你會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布 文字 對不對 圖片 檔案 還有什麼會經過剪貼布的 大致上就這些嘛 那麼 微軟比較偏輕一點點 對Office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有多重貼上啊 Office好像2003後就有多重貼上 可是其他軟體怎麼辦 都只能有一個 所以如果說有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常常在編輯資料或收集資料的時候 就很不方便 因為有可能我那個文字 這裡要用到 那裡要用到 可是不是連續用 連續用沒問題 我就直接貼上就好 可是有時候 坐到這邊 剛剛有一個文字又要用到 或剛剛有一個圖片又要用到 你是不是要再回去再重抓一次 但是 你不累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各位都有先執行了吧 所以 你在那個小藍色的那個小圈圈 有沒有 工作列的小圈圈這個 你按一下滑鼠的左鍵 你有沒有注意到你剛剛摳的東西都在裡面 有發現了嗎 在那個藍色的那個小圈圈 點一下滑鼠左鍵 你剛剛說有複製一些文字 或者是複製一些檔案 裡面都會有喔 有沒有 你看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一般會用到的主要哪幾個 這邊 你看這個 這個是文字 這個也是文字 這個是圖片 有沒有 然後檔案 我看一下 檔案 哇 這邊剛好沒有檔案 啊呦 這裡有一個檔案的 有一個叫Copy file 看到了齁 所以這些可不可以重複使用 當然可以 而且 重新開機還會在 這樣是比較方便一點 你可以把一些你比較長用的 比如說 有時候就是這個工作階段 就常常用上某些字嘛 那你可以把它組合起來 像那個法院啊 他們就有那個 書記官他們要學一種 輸入法叫追音嘛 他們就會把一些片語就建立在 建在裡面 所以比如說中華民國 他就打個中 那就上去了 總是比 打一個字總比四個字快嘛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把一些你整理好的 你可以像這樣 整理起來 那怎麼用呢 我打開一個Office 給各位看一下好了齁 其實像我們 我以前介紹的是叫做Clip S 那後來發現說 這個軟體可能比那個再更好用一點 所以我後來都是用它 你看喔 我們剛剛如果有摳過這幾個 好大頭照 你就多多兩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對不對 你的文字就進來了 它就重新回到 反正就從裡面再抓出來齁 那如果是圖片 好我就多多兩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你根本 反正也不會丟掉嘛 隨時都可以再用 那麼萬一 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記錄的總是有限嘛 你覺得要記多少個會比較好 像這種簡貼布要記多少個會比較好 人有時候記性不能太好嘛 全部都記得也不行啊 它內定值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齁 你在上面按右鍵齁 在那個小藍色的上面按右鍵 這邊你可能比較不容易看到 在這個小的藍色上面 在這個藍色上面按右鍵 它有一個選項 你可以看一下 選項可以看一下 預設的話 我記得是30個 有沒有 30個 最多多少個 1024個 呵呵 你要記住那麼多也不簡單 好 30個 所以相對的超過30個 就第一個 最早的第一個就是消失 那 我可不可以知道 不要消失 可以喔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 剛好最近常用到的 我可以先留下來 等到用完了 以後不太需要用到的 我們就把那個清掉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你 假設這個大頭罩 我現在用這個大頭罩 常常用到這幾個字 你可以按右鍵 內容快捷列 永遠不自動刪除 這樣有看到齁 內容快捷列這邊 叫做永遠不自動刪除 你如果按了這個 它在你的那個 剪貼上面會多一個信號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信號 這個 叫 這個信號 表示說這個是永遠不會刪掉的 即時被擠到最下面 它也是在的 所以隨時要用 隨時再叫出來就好 現在只有一個比較麻煩 就是密碼 如果你密碼剪在上面 你可以自己清掉 如果不需要留著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圖片也是一樣 另外一個大家最常用的 就是你在整理資料 在蒐集資料的時候 請問有沒有 試著從網頁上 摳個資料進來 不管是到你的文件 還是簡報裡面 應該都有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直接從網頁上摳下來的資料 請問會不會帶有網頁上的格式 會 所以以前我們都是做一件事情 把祭祀本叫出來 在裡面汆燙 過濾一下 那些資料 在Coffee 再回到這邊 拜託 這樣現在落伍 不用這樣 我做給你看 來 你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的 是在這裡 好 來 這個地方 假設我摳 這一段好了 好 假設我就摳這個 那如果你連這樣一起摳 我們直接貼到這邊 好 貼進來一定會帶有格式嘛 對不對 那Word裡面 Office裡面 他有給你一次機會 就是讓你去選擇 要不要用純文字貼上 可是萬一你錯過那一次機會 你光刪除那些格式 你就很有 很麻煩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辦呢 我們來試看看 怎麼貼這麼久 好這樣過來了 你看那個格式就帶過來對不對 很亂嘛 所以我先還原一下 你如果真的只要純文字的 你在上面直接按右鍵就好了 有沒有一個叫做 緊貼上純文字 這樣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汆燙了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 只有文字會進來 沒錯吧 這樣格式就很乾淨 圖片當然你要另外摳 但是就是說 格式的部分他不會進來 所以我們在處理上 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麼他出了這個功能以外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 他可以去編輯剪貼的內容 剪貼簿的內容 剪貼簿的內容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 假設你看喔 像我們剛剛那種情形 我雖然摳了這麼多 可是有可能你只要的是什麼 就是中間這一段 可是因為有時候你要框的時候 不好框 是不是框比較多 那現在你存在 那個剪貼簿裡面的 是不是就是不正確的範圍 對不對 那你每次貼進來 是不是要再把多餘的 再把它刪掉 那不用那麼麻煩 你直接來這樣用就好 點到他 這裡按右鍵 可以編輯剪貼 他會打開類似什麼 哇 掉掉了 這個因為我現在螢幕 變得比較小 他躲在旁邊 他會開一個類似像 那個Wallpad的那種編輯器 好類似那個Wallpad編輯器 你在裡面把它編好之後 然後存檔的下次貼出來 就都是你編輯後的正確內容 因為以前我們在用Windows內建簡規 就是你不能編輯那個簡規部內容 所以你就只好就是錯的 Copy完了 貼進來之後再改 但是現在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在裡面做就好 這樣了解嗎 雖然我現在不能Demo給你看 但是這個是 為什麼要一直要跟各位說 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小軟體 因為這個對我們工作上是真的蠻有幫助的